社长又遇见仇人了 新的篇章社长必拉仇恨 遇见个上来就要拼命的疯子 召唤炎魔攻击表示 因为结界提升500攻 社长因为还没见过奥利哈刚 略显有些惊讶 而这个炎魔有特殊能力 当场上没有一只火属性的怪兽时 就能再提升500攻击 并且把自己也给算上 攻击到了2000 一个火刀砍翻杂鱼怪兽 阿达表示还没完 每消灭一只怪兽就能驯服他 将他转换为火属性并召唤上场 这就是自带连锁战术的怪兽 攻击力飙到2500 接着还覆盖张卡 再结束回合 社长眼看情形不妙 又打算玩自己的病毒战术 先抽张卡 然后召唤躯黑的斗龙 再覆盖上病毒卡 不过阿达早就看穿了社长的套位 这是为了复仇做足了准备 但社长丝毫不慌 这病毒战术就没怎么管过用 眼看搞不了社长心态 阿达拿出个玩具 这是阿达欧豆豆的遗物 接下来就是打牌打出回忆 一下子就梦回了二战 阿达与欧豆豆遭受了战争的摧残 和社长兄弟一样都是不玩 本以为能被坦克庇护 结果遭到了空中打击 无数的直升机出现 欧豆豆就这样葬身火海 这时骚人登场了 他告诉阿达直升机是社长家的 而正好钢三郎正在那里搞事业 于是阿达就把社长视为仇人 而欧豆豆表示不对 你出来的篇章晚了 俺们其实是领养的 要复仇你得去上个篇章找乃亚呀 原来是这样啊 阿达刚感觉有些道理 欧豆豆就表示乃亚已经没了 那他喵老子找谁去复仇 反正看社长也不顺眼 就搞你了 社长直接就是认灾 每个篇章都是在帮刚三郎平视 那就继续打牌吧 好的 看我发动王公的告示 让社长无法发动陷阱卡 接下来就是进攻 炎魔俯冲而下 打掉趋黑的豆龙 接下来是社长的杂鱼怪兽 竟然给了社长一爪子 生命值降到400 并且因为炎魔的效果 将豆龙召唤到自家厂上 现在社长手牌 没有能召唤的怪兽 那就意味着要神抽了 抽卡 没错是神抽 发动薛命的宝牌 连卡都不展示 就要抽五张牌 然后发动白龙降临一世 将青眼白龙丢进墓地 特殊召唤白龙骑士 之后再口胡张死者苏醒 直接将白驾从墓地拉了回来 然后白龙骑士消灭豆龙 因为火属性的怪兽消失 炎魔攻击会降到2500 这时白驾在发动攻击 一口白光一穿二 之后社长将白龙骑士当作祭品 特殊从牌组召唤另一只白驾 局势瞬间就被逆转 但阿达稳如老狗 面对两只白驾 他只需要一张贪婪的罐子 先抽两张牌 然后发动魔法卡 因找龙之火 一下子就消灭两只白驾 社长瞬间懵了 这他没有搞什么 阿达解释效果 可以将除恶魔族火属性以外的怪兽全都破坏 并且还有个能力 能把炎魔从墓地拉回来 这还没完 发动魔法卡火变 炎魔变身殉龙师 抽出社长目的中的白驾 将这回合破坏的怪兽召唤上场 并且将之改变成火属性 让炎魔的攻击力重回3000 现在的阿达认为自己赢定了 竟然不对社长发动攻击 还给社长抽卡的机会 而社长现在没反应过来 他知道 自己牌组中已经没有能翻盘的牌了 于是他要进行硬卡的操作